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今天是2021年3月29号星期一 那今天早盘的三大股子啊 都是先是高开 然后低走啊 盘中呢一度翻绿 然后呢再度上冲 到目前为止 三大股子的涨幅呢 都比较可观 那么大盘呢 目前已经是上涨了26个点啊 那么接近五盘这个时候 然后创业版呢 是上涨了20个点左右 相对而言啊 创业版的这个涨幅还是略显呢 比较小啊 这个整体的情况来看 从目前的这个涨跌停的 涨跌的加速来看呢 基本上是平衡 也就是说今天啊 三大股子呢 早盘呢 尽管啊都是出现一定程度上涨 但是两市当中呢 我们看到实际上是 涨跌加速基本是维持啊 平衡也就相等啊 这个市场谈不上是多么强势啊 相反呢 我们一定要注意啊 就是目前这个从 呃 户子的这个走势来看 还是延续围绕这个红色的啊 这个上行通道的下轨啊 进行一个筑底的一个走势啊 第一次反弹 然后二次回落啊 到上周四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这个地方一度跌穿 上周五再度站上来说明啊 我们说之前跟大家一直讲的啊 这个局部的这个红色上行通道下轨 这个支撑还是比较强的 那么短期而言呢 我们看到依旧会呃 反弹到这个前面的这个这个高位啊 这个是在3月48号那天的最高点那个位置啊 大约在3450左右啊 为什么说3450啊 那我们把这个图形放大 实际上3450就之前我跟大家一直讲的这个比较关键的啊 这个位置啊 目前就是围绕着啊 这个中长期的啊 这个呃 这根线 这个这根线是什么线呢 呃 跟大家也说过多次了啊 就是从2015年年底开始的那些高点的连线啊 2018年1月底然后呢 是2020年7月13号的高点啊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啊 这个位置 目前的市场啊 实际上是呃 从最近的二十几个交易日来看 就是围绕着这根线进行争夺啊 就是这根中枢线啊 中轴线 刚才我跟大家讲的就这根中轴线啊 就这根中轴线 来回呢 围绕着它进行争夺啊 所以说呢 我们看啊 从局部来看 呃 很可能啊 后市呢 是沿着这个局部的红色上行通道的下轨啊 在这儿进行筑底 那么这样的一个筑底 实际上已经开始 呃 有没有可能说到达这个之前跟大家讲的一个非常关键的 所谓说呃 粉红色的这个中轨的位置附近 我认为这种可能性 呃 也存在 但是概率呢 越来越小了啊 就是看后续呢 如果说 呃 骨子从量能的配合的角度来看啊 再度上冲之后 然后他可能会做一个什么呢 所谓说三重底啊 这个地方第一次反弹 然后二次回落 三次反弹 最后再进行回落 对吧 那么到这个位置可能会 我认为这个地方很可能会起稳 如果在这条线起稳 那么创新低的可能性就已经不大啊 那么后续会展开呃连续的这样的一个级别比较大的上升行情 我们把这段后市的这段所谓的上升行情啊 依然定性为是一个反弹 那从啊波浪的结构来说 我认为他应该是一个避浪的啊 一个避浪的一个反弹 那这样的话就是呃 三七三一点下行这一段 我们把它认为是呃 A浪的一个下跌啊 所以说三三二八点中止之后 所以后续呢 这个避浪反弹会走的比较复杂一点 就灵力这个阶段就是说呃 最后我们所说的说这个避浪里面的最后那一段啊 就是所谓的避浪C啊 这一段的一个上行可能会走势比较灵力啊 呃 那么它的一个上升的幅度很可能会 呃考验前高位置附近啊 这个呃 这样一个点位啊 从今天的盘中来看呢 板块方面啊 我们看到是呃 首先是煤炭啊 周期谷 而周期谷今天就是整体煤炭的这个表现 还是非常强的啊 全部上行翻红 然后是酒店餐饮啊 呃旅游啊 航空啊 呃 那么这三个板块主要是受益于当前的这个疫情啊 得到充分的一个意志啊 接下来我们说 呃 这个这些行业呢 会复苏啊 或者是这整个的整体的这个 呃景气度要 呃 要上升啊 所以说我们说跟旅游啊 包括呃民航啊 呃 还有酒店餐饮啊 相关的啊 再一方面呢 就是 目前呢 这个航空板块还还有一些很多跟军工相关的啊 一些个股 那么这里边呢 我们看到是呃 三十字个股啊 这个基本上是全部翻红 那这个是跟军工题材啊 密切相关的 那也跟说当前那个形式啊 有一定关系啊 有这样的一个大的事件 那军工板块我认为后续会启动一个啊 这个比较呃 确认啊 这个这个就是确认呃 呃 这个确定性比较强的啊 这么一个反弹行情 从当下实际上已经开始了啊 包括我们看一些个股啊 包括中国卫星啊 这个呃 中航重机了 航发动力啊 红毒航空等等啊 我们看到目前的这个位置 实际上是调整啊 第一阶段调整非常充分 所以后续呢 呃我认为反弹的啊 延续反弹的这样的一个走势 这种概率非常大啊 那么其他方面 我们看到题材方面是 医美概念 今天呢 那盘中啊 尤其到这个呃 接近五盘这个阶段啊 我们看到封时图上呢 也出现比较大的一个涨幅啊 说明说医美 呃概念这一块啊 仍然是市场关注的一个焦点 巨安子呢 也授予他的一个化学材料的一个涨价的预期 那今天啊 尤其早盘呢 呃 这个整体的走势还是非常强 返回指数啊 延续反弹的力度啊 还是比较强的啊 那么其余的我们看一下这个 呃 奢侈品里面主要就是白酒了 带动的啊 其他方面像足够铜权 特纲啊 今天有所表示啊 啊 所以说接下来 呃 除了煤炭上涨之外 大家一定要关注 一个是钢铁 一个是有色啊 我认为接下来也会跟进啊 也会跟进 呃 那么其他方面的呢 我们看到前期走的比较强的 所谓说这个碳交易概念啊 今天早盘的时候还行啊 但是呢 呃 接近五盘这个时候 反而呢 有所走弱啊 从板块指数来说是上冲之后 然后回落 所以说我们说碳交易啊 从眼下看尽管有个股呢 呃 有涨停的现象 但是从板块指数来说 目前啊 这个成交量能啊 持续放大 对吧 这个量堆已经起来了 尤其底部起量堆 不管是从短期来看 还是从中期来看 起量堆一定是阶段性的一个高点啊 一定是一个阶段性的高点 这个地方也一样啊 我们看到这个地方起量堆突然放这么大 连续呃 猛条四天 那么最近一个阶段连续拔两又创历史新高 那我们看碳交易啊 眼下又是一个处于量堆的位置 所以说我们说短线 你说从投机的角度来讲啊 是可以的 可能说个股会有一定程度上的 但是如果从中线 你从这个地方展开中线布局 后面可能会这样的一个震荡啊 这个调整还没有完事啊 所以说现在啊 呃 就之前过分炒作的一些热点题材 不建议说短线去呃 中线的角度去去布局啊 呃 一定要等他回落再说 呃 刚才呢 从大盘的角度也好 从题材的角度板块的角度 都给大家呢 做了一个呃 比较简单的一个总结啊 总之而言呢 眼下看啊 就说市场的整体表现还可以啊 就是符合预期 目前呢大盘还是一个呃 横盘啊 筑底的这么一个走势 整体来讲啊 目前基本上呢 说这一段风险释放的基本上差不多了啊 所以说眼下呢 不能过分看空了啊 应该以呃 起码说从机会来讲啊 要做多为主 好了 今天找盘的这个啊 解盘的分析就跟大家讲到这 转啊 mankind development 的 的 是不是 我们